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尖言爱谷26-35-15-17 元神那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任务 加陶侠加成就加探索度100%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那我们现在来到回生之子 左边这个神像这里 到神像之后 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再喜欢这个墙面上 这里有一个地龙 我们这里先附身 然后在左边这里有一个虫洞 把这里穿梭一下 好,那上来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这里往前走 再喜欢这里可以看到 有个蓝色感到号 把这里来到这个相机 这里调查一下 这里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朝着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这里有很多闪光点 我们来到最远的 这一个闪光点的位置 在这里放一下木桶 放到木桶之后 然后是我们这个右下角 右下角这里有个闪光点 好,放置一下 然后这里再回去 跟这个NBC对话 对话完之后我们这里回头 跟着这个小地龙 好,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右手边这个闪光点 点击就位 这里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操作这个地龙 先照到地下 然后我们这里10M跟这个木桶这里一起照 好,对话完之后 需要用我们这个风系角色激活 好,接过风车之后 我们再射风掌 飞上来 减了威之后 在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那个空中这里还有几个 好,完成这个挑战 拿到宝箱 太好了 又最为要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飞继续往前走 在这里有一个房子 在这个房子这里有一个镇守宝箱 打这两个地龙的 好,这里千网怪之后拿到宝箱 遗珠起地 极光片球 然后在这个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再喜欢这个水池的位置 有一个地龙 我们这里来附身 附身之后在这个地面上 可以看到有个发光的地板 我们靠近这个地板攻击一下 好,会出现一个机 我们跟着这个机 这里跟它走 好,这里给它送归位 来拿到宝箱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再喜欢这里有一个现实挑战 好,这里也在我们左上边 这个草队这里 我按下T 改变这个形态 改变这个湖里 好,然后这里有门 来,最后挑战 好,这里送了这个拉线 这里拉一下 要找到这个平台再继续拉 你拉它会有时候会减不到威力 这里对准之后我们再按T 应该是1 按1 好,完成挑战 然后宝箱 然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这里跳下来 在下面这里有一个镇手 青黄怪 然后宝箱 宝箱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所以我们去开一下这个传纵点 好,开启传纵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自己往前飞 好,在这个坡上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 这个挑战我们后面再做 它不是顺路的 这个方向路线再拿 在旁边这里有一个狐狸 我们这里附身 好,然后就像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在起往这个空中这里有一个火神筒 那这里踢上来 剪到这个火神筒 连雪之后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在起往这里雪下边有一个NPC 那这里过来对一下画 好,这里对画完之后啊 我们这里继续点击这个符文重新附左 朝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这里送到这个四页印 勾三次 好,在右手边这个树叉的位置 有一个闪光点 好,第二条完之后我们再往正前方往前踢 这里踢到下一棵树上 这里还有个闪光点 这里直接挑就可以了 好,第二条完之后我们再朝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这里然后这个雪下上 接着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我们要来到前方这个地图的位置 这里附着一下 好,附着完之后我们这里回头 后面有只鸡我们跟着这个鸡 好,这里坐到地上 在这里它会经过一个铲子 这铲子这里攻击一下 会有个宝箱 好,开启之后我们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好,这里选择这个符文 这里附着另一种形态 好,这里我们贴到对面 好,贴过来之后在左手园这里 有一个闪光点 直接调查一下 好,然后再西方向丢去左边 来,开启这个鸡的宝箱 然后在这个石头背后 我们在这个闪光点等几秒 会有一个宝箱 然后保安之后我们这里 重新切回这个人形态 好,在西方的地图左边 这里说一下 在下方这个空中这里 有一个火神通 来,这里飞过来剪刀 然后在下方这里有哨塔 在这个哨塔位置这里是有一个宝箱 来,这里过来开启 然后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在这里有一个镇守 来,倾向 新王怪 来,然后宝箱 遗珠起壁 好,然后这里做一下 在我们这个地图下方这里 有一个传送点 大家先去开启一下 好,然后这里我们来到 这个 龙爵坡 这下方是有传送点 所以我们要回去交一下任务 好,这里朝西方地图左边 好,这里我们要回到这个学校边 跟着MC对话 这里对话完之后 我们要调整一下时机 这里调整到这个两天后 那调整完之后 我们打下地图 这里 来到回生之子 右上方这个传送点 然后朝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这里回到小女孩这里 再跟她对话 好,对话完之后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好,对话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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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可见一下 宜然间 好,对话完之后 在这里 好,对话完之后 好,对话完之后 我 到 请 设讻 中